賴清德院長與卓榮泰主席來競賞我們的記者會 我是台灣隊長 只要是人民的事那就是我的事 如果你也在為台灣努力的 歡迎陳副總統 蔡英文總統 賴清德院長還有我們卓榮泰主席 請總統跟賴院長上座 如果你也在為台灣努力的 那你也是台灣隊長 好 各位好朋友 我們共同期待 我們贏得2020記者會現在正式開始 首先我們先邀請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為各位支持 歡迎蔡英文總統 我們陳副總統 我們賴清德院長 我們現場的各位媒體朋友 各位收看直播的國人同胞 大家好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我要宣布邀請賴清德院長 擔任我的競選搭檔 一起投入2020的正副總統的選舉 賴清德院長從政多年 有非常完整的歷練 在國會 地方和中央都留下了成績 他對台灣的未來也有非常強烈的使命感 這些特質 大家都很熟悉 我也不需要多做介紹 但我永遠記得他擔任行政院長的時候 我們同甘共苦的那段日子 執政的第二年 建設需要加速來推動 改革的困難也需要來克服 我們分工合作 一起面對挑戰 回想起來 應該是執政最辛苦的一段日子 在我們兩任院長接續的投入與努力 我們打下了執政的基礎 在蘇院長接棒之後 我們開始展現了我們的政績 今年5月的歲改 受到年輕家長好評的托育補助 還有長照2.0的推動 照補員的加薪 解決五缺 改善投資環境 以及逐漸看到成效的全單基礎建設 這些都是人民有感 對臺灣未來的發展非常有意義的政績 今年我跟賴清元長歷經了一場初選 今天我們決定攜手合作 一起為2020年的大選來努力 國民黨的對手見縫插針 用不堪的語言來形容我們 但是我必須要在這裡說 國民黨完全不懂得民主的價值 和團結的意義 我們的黨名是民主進步 民主當然有競爭 但競爭是為了進步 而且不管競爭有多激烈 最後我們都會團結 我們團結在守護主權的旗幟之下 我們團結在壯大臺灣的目標之下 因為競爭讓我們更強大 讓我們的攜手合作成為最強的組合 從頭到尾 我心中只有一個信念 贏得勝利 守住臺灣 這是一個做總統的責任 2020是臺灣命運的關鍵 我們必須贏 也臺灣必須贏 我也在這裡要交付清德一個重要的任務 清德當過立法委員 也當過行政院長 最了解國會過半的重要性 因此我要拜託他跟我奔進合集 全力衝刺我們立委的選情 爭取國會過半 把繼續執政的道路鋪好 把所有支持改革的力量凝聚起來 最後我要感謝今天出席的陳建仁副總統 這三年來他扮演了最稱職的副手的角色 我們的大人哥永遠充滿了溫暖和耐心 承擔了許多的任務 也化解了我許多困難的艱難的爭議 對於大人哥 我們很多人心中都很不捨 但是不捨之外 是更多的欽佩和感動 今天很高興在這裡宣布 陳副總統已經答應出任 我們全國競選總部的主任委員 一起並接作戰 爭取這場選戰的勝利 我要在這裡說一聲 謝謝你 大人哥 今天開始 讓我們每一個人在崗位上繼續奮鬥 一起來打贏2020總統跟國會的大選 我們總統要勝選 國會要過半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總統 這位強烈組合 英德沛正式出發 我們要贏2020 請要介紹的是我們英德沛另外一位主角了 歡迎我們的賴清德院長為我們講話 蔡總統 陳副總統 佐主席 林副院長 劉副秘書長 在場各位媒體 全國的父老鄉親好朋友 大家早 感謝蔡英文總統的肯定 我以重任 民主進步黨從黨外到創黨 從在野到執政 30多年來和台灣人民用熱血和淚水 一起艱辛的打造了台灣民主的奇蹟 這一份得來不易的民主 在香港反送中運動中 更加顯得民族珍貴 面對中國的步步進逼 以及來自香港的警訓 民進黨在明年關鍵的選戰 我們能再奉獻給台灣人民的是什麼 首要之物 不就是團結守護台灣嗎 只要台灣贏了 就沒有輸家 反之一旦台灣弱輸了 也就沒有贏家 因此 有感於蔡英文總統的誠意 也從許多民眾的期待當中 我看到了自己的責任 我決定接受蔡英文總統的邀請 擔任副首搭檔參選 在最黑暗的時刻 團結守護台灣 持續維放民主的光芒 指引香港 照亮世界 我也將竭盡所能 協助蔡英文總統完成這次選舉的總目標 總統勝選 國會過半 讓蔡英文總統能夠更有力量 捍衛主權 維護民主 在未來的施政 也能夠持續推動各項改革 以因應全球氣候變遷 能源轉型 新時代的產業升級 人口危機 以及其他來自國內外的各種挑戰 這些挑戰全黨同志也都有責任共同面對 因此民進黨也必須要不斷的自我革新 執政也要加倍回應人民的期待 讓民進黨能夠成為一個更值得人民信賴 托付的政黨 帶領台灣走向世界 二十幾年前 我有幸追隨民主前輩 投身在民主改革的行列中 追求台灣自主 人民幸福的理想 台灣人民給我的每一份力量 都是來自對台灣的支持 今日台灣有需要 賴清德也必然要成就台灣大我 而奉獻心力 我的理想不變 價值不滅 我和蔡英文總統 就如同我在初選時曾經說過 是同黨同志 不是敵人 連對手都談不上 我們曾經一起打過許多選戰 也一起經歷過許多困難 未來我們也將共同面對更多的挑戰 請大家支持蔡英文總統 感謝陳建仁副總統 也請大家支持蔡英文總統 支持蔡英文總統 支持蔡英文總統 讓我們大家在壯大台灣的路上 並肩同行 用行動帶來希望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賴清德院長 我們應得備正式出發 先請賴清德院長先請就座 接下來為各位說話 這位我相信剛才總統有特別提到 這三年多來非常辛苦 這段時間也要帶領我們共同打贏這場選戰 我們一起歡迎我們陳副總統 也是我們的軍營總部主任委員 蔡總統 賴院長 各位民進黨先進 全國國人同胞 各位美麗朋友 大家平安 在四年前的副總統候選人記者會上 我曾經說過 學術研究是我一生最喜愛的工作 從事公共服務 只是我的階段性任務和使命 就像在SARS的期間 我出來當任衛生署署長一樣 四年前我的內人還有女兒曾經為我祈禱 他們感受到天主在召叫我 成為世上的光 地上的鹽 我應該像一支蠟燭燃燒自己來點亮台灣 我應該像鹽一樣融化自己 使台灣人民的生活更加有品味 當時我也深信在蔡總統的領導之下 未來的台灣會更好 因為他有智慧 有勇氣和慈悲 可以帶領國人宽轉台灣 為大家帶來永久的平安 繁榮和喜樂 感謝讚美天主 在全國選民的高票支持之下 蔡總統和我順利當選 這四年來在蔡總統的卓越領導 還有執政團隊的勇於承擔 以及全國人民的同心協力之下 我們大家心愛的台灣 已經從多年的衰退當中 順利走回到正確的道路上 也完成了很多亮眼的改革成就 四年來 執政團隊秉持著行公義 好憐憫 長存謙卑的心這樣的理念 認真打拚 為民服務 雖然已經有不錯的成績 但是有很多的施政計畫 還需要繼續進行 才能夠更加的完美 今年三月 我向蔡總統表達 我的階段性任務 希望明年告一段落 我更希望民主黨 民進黨 民主進步黨全體 一心團結 讓蔡總統組成最強的組合 各位親愛的國人同胞 現在最理想 最強有力 而且人民最期盼的最強組合 已經完成了 親愛的國人同胞 讓我們一起來全力支持蔡總統和賴院長 競選2020的總統和副總統 蔡總統邀請我擔任全國競選總部的主任委員 我義務容辭 我要與民進黨的同志 以及努力捍衛台灣主權 維護民主自由的夥伴們 一起爭取全國人民的支持 讓總統勝選 國會過半 讓台灣的世世代代 擁有一個自由 民主 法治 人權 繁榮和和平的美麗國家 2020台灣要贏 請支持蔡英文和賴清德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陳副總統 2020台灣要贏 我們請陳副總統先留在台上 我們邀請我們總統太主席來上台 我們要留下歷史的畫面 我們最強的競選團隊要正式出發 贏得沛要贏得2020 我們一起來加油一下 我喊2020 大家喊台灣要贏 來 2020 台灣要贏 2020 2020 2020 好 是不是 我看我們四位 是不是一起手這樣擺一下 來 加油 我再喊一次 2020 台灣要贏 來 2020 2020 2020 好 請四位看這邊 這邊的媒體朋友也需要 給大家看一下 來 我們一起走平起來 來 看看照片 來 好 左邊拍完 來 來看我們的右邊 右邊 來 右邊的好朋友 那就是我的事 如果你也在為台灣努力的 好 謝謝大家 我們英德佩贏得2020 正式出發 謝謝大家 謝謝 接下來我們要到體驗區 來進行拍照的工作 好 來 接下來我們要留下這個最歷史的畫面 好 來 好 來 來 一樣 祝我們加油一口號 來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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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2020 20 2020 demanded 三尾開照的時候他看著鏡頭在這邊 三尾開照的時候他看著鏡頭在這邊 好 4 3 2 1 好 謝謝 可以看一下照片嗎 可以 不錯喔 好 中文要往前一點 再靠近一點 再靠近一點 往中間一點 好 好準備囉 看這邊囉 在這邊 開始 5 4 3 2 1 再靠 這邊 開始 5 4 3 2 1 5 5 4 3 2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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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